那第三点啊 荣藤弊案 对不对 好的 为什么法官 法官信业的要 要顾忠念要咬沉水点 好的谢谢张先生 来苗栗的王先生请说 惠民小姐你好 我看这个乙昌案 根本就是刘亦如在伪造文书 再来呢 他这个国民党的选举花招 很重要的就是苗栗县的打蔡部队 现在正在的开始 处处由刘正锋县长带领 在骂蔡主席的不是 真的选举选到这样子 我觉得国民党很没有品 选举是公平的竞争 为了国家 你当一个县长 而且能来带头这样子 这是不对的 第二点 后委会现在也开始在到处的庙宇 在骗票 赤柱都开支票 要补助什么 发环境什么什么 我希望 这个民进党的余美美小姐 你也口才很好 你可以 你可以出来跟百姓说明 你看苗栗县的县长 跟新竹县的县长 讲那个蔡主席 讲的不是的 在乱讲 我觉得说我是中间选民 我希望大家 以和平的选举方式 来竞争为国家的前途 为国家百姓的幸福 我希望在这里 希望余美美小姐 有在出去宣传的话 有你的口才这么好 来为蔡主席来 说一些好的地方 不要让这些老百姓 来误解她 这是很不应该的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来土城的刘先生请说 刘先生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说就是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把好的人才把它提出来 好比就是说我们的惠民 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就是我们民进党应该就是说 把他就是说 真招 把他就是说当做一个人才 因为我们下的一个标题 比如我去辩解 美美 你在中 在地色电台 中午讲得很好 我一直很支持你 我很就是说 中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 就是说好的人才 为什么都一直没有出来 民进党 我们一部分区 你确的是什么 美美也一部分区 我是中间选民 我一直在听你们 我当初投给马英九 我真的就是说 我投错了 我觉得就是说 我要认错 就是说 我当初为什么投了那一票 好 谢谢刘先生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